好,那芬奇如果也決定了 醫生就會跟你討論說 接下來的治療方式有哪些東西 當然,以這種固態腫瘤的第一個首選 還是換個切除 你切得乾淨才會有權益的機會 你單純要靠藥物打一打 那個腫瘤就全消,目前不太容易 所以能開刀還是開刀第一優先 那當然要開刀的技術越來越進步 以前就是肚子就拉一條拉鍊這樣 那現在呢? 現在都有內四鏡手術 還有腹腔鏡的手術 還有我剛剛講的那種胃鏡進去 用內四鏡的黏膜切除素 有非常多的手術方式 那當然你要跟你的醫師討論 你不是說我就是想要做內四鏡的手術 你的位置根本就不合適 或者是你的腫瘤根本就大到不合適 那一定要跟你的醫師討論 醫師會以你的期別來做這個選擇 那假設手術完 你屬於那種一八截有的比較晚期的 那你後續就會需要做到我們叫做輔助性治療 那現在輔助性治療幾乎都是化療為主 那如果你一開始就不能手術 那我們就通常叫做晚期 那治療的方式當然就是化療 化療或者是後來有所謂的標馬藥物 貶抑藥物等等 這個都是後來在兩千年以後出來的東西 那當然就希望說你加上去效果會越來越好 那另外還有些人會去做放射治療 放射治療這個在美國會很常做 那因為他們美國人手大小 開刀常常開不太乾淨 那沒辦法去摸到後腹腔 你知道胃在後面 然後那個開刀後面零八截一堆 全世界誰開得最好 就是日本他們開得最好 更小小的 他們在摘這個零八截摘得最好 那台灣這一派的醫生都是從 都是學日本的 很多台灣的那個 還有胃的 包括以前那個那個 台北龍總 吳秋文 還有網立的那個楊貝 他們都是跟日本學習的 所以開刀其實我們都開得 零八截都摘得很乾淨 所以我們比較少在做放射治療 那美國就非常常做 以前有些病人我會讓他做 我現在比較少在做 因為放射治療有他的一些副作用 那每個常常病人會說 那個病人為什麼隔壁那個 隔壁那個未來的病人呢 他開完刀就好了 就不用做什麼 為什麼我就要做化療 或者說那個為什麼那個病人 連開都不能開 其實每個人那個 治療方式完全不一樣 完全要以你的腫瘤的樣子 你的期別 還有咧 你咧 這個身體狀況 你不能說我今天 你心肌梗塞過 然後又放了三根血管 隨時還常常在那邊心腳痛 你這個要叫外科手術完 還要把足量的化療 那是不可能的事情 你的風險來自你的心臟血管 你也不能說我今天這個病人 我都中風了 然後躺在床上發臉都不會動 長了胃癌 你說叫我外科 就可以開一個很大的刀 把尼巴結清乾淨 這個一般不會做這種事情 因為你要知道說你做這些動作 你要做這些手術 都是有風險在的 所以你要評估說你這個人的整體活力怎麼樣 我一般都跟病人講 什麼叫做可以去做這些 我們所謂的清晰性的東西 就是病人能夠走路 病人能夠自己拿東西吃的 不需要人家在那邊去給他餵一口一口的 那個才叫做有體力 有這些基本的條件的時候 你就可以跟醫師討論說 我到底是單純做手術 還是手術後做化療 還是說我根本不能手術 我就單純做化療